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哲學會星期五 今天很高興我們 因為這裡最近這段時間 哲虎每兩天就辦一次活動 所以實際上是非常的密集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有很多的問題可以討論 然後我們也趁這個時間找一些 跟台灣很密切相關 但是也可以有一些國際交流的關係 一些國外的朋友不管是從韓國 還是從法國過來的朋友 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 大家可以看到題目點應 人權、社會爭議以及經濟效益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在文案裡面 因為我只看到好朋友 但是我大概知道說他大概要問的問題在哪裡 大概簡單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看一下這個文案裡面 大家是我們今天的主題的焦點 那今天這個活動之所以 那 對 今天這個活動 16 16 拿超寶 拿寶寶 對 在他 在我們開始之前跟他 我們 今天也是 會了 跨國再代協會 那 Nicolas 他 是個在 巴黎的 你們現在高等示範學院的歷史學博士 然後來台灣當 外交官 然後他看到台灣的問題 其實會遇到左右的問題 關於勞工問題跟經濟成長的這些關係 我們常會因為經濟成長的問題 或經濟效益問題 去迴避了所謂社會正義跟社會安排 所以他特別去找一個勞工 瞭解歐洲過去19世紀到20世紀這個轉折的歷史人 試圖去跟大家講一個概念就是 經濟效益跟社會正義不見得是有正面衝突的 甚至有時候需要透過某些社會正義的措施 以及比如說公共支出 公共社會的支出 扩大公共社會的支出 可能可以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現在今天在台灣會比他背後有一個這種 企圖形式的去告訴大家說 這個是有可能的 看歐洲過去的實踐的過程 所以我們先熱烈的掌聲 謝謝Mindola Boket好不好 然後呢今天呢我們也很高興請到了 第一位我們的主講者是 Bone Hey 郭忠祐大家兩位 然後再來我來特別的掌聲 然後第二位呢是因為我們在談這個社會正義 社會權的問題的時候 所以也找了一個 找了一位教授 然後之前他也在巴黎念書 然後在談的問題 他是做國際法 國際公法 關於聯合國 關於女性權益的問題 所以他對於社會權這塊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之前 請郭敏金教授 然後大家給他掌聲一下 謝謝他們 因為你們看到的這些 來講的人 來哲舞講的人 他們都是沒有拿錢的 一路的 是工的 所以他們都是一群有大愛的人 然後那我就說 第三位啊 我們這場來哲舞的 就是孫友蓮 現在理事長 健康人權理事長 然後請大家掌聲一下 謝謝 那因為我們會涉及到關於勞工的問題 所以也是想透過這個機會 跟MASU 國中大樓一起做一個交流 談一下台灣目前的 比如說公共社會支出 比如說健保的問題 社會住宅的問題 從台灣的角度來跟他做一些交換意見 以及我們對於勞工的問題 提出一些我們自己在地的觀點 那就不見得只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個過程 可以得到農業的福利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 最後還有介紹一位非常重要 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們找到了詹文碩先生 來搬答應 來過哲舞的人其實都知道他 因為他通常翻譯翻譯都比 講者演繹得更多 這個你就會有關於 這個 好 那我們就先 謝謝請 我們是郭中大樓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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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就想起来 我为了谢谢他也来过这个 invitation Viviane和NuRiyam 和马Kristoff 他会做了一堆工作 这次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们今天就会讲完 今天我们今天就会讲完 我们今天就会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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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來到牧者咖啡 第一件事讓他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聽到各位的自我介紹 他感覺到台灣社會非常的多元 但是大家對於社會進步的關心總是一樣的 所以他非常的開心跟各位見面 他同時也要感謝牧者咖啡的邀請 大家可以繼續 我會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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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嘗試 我會很快 我會很快 但是重要的是大家看到這些國家經合組織的這個國家一個趨勢是 這些國家其實都支出自己的GDP的將近20到25%來這個進行這個社會福利的支出 那這是一個就是大的趨勢 那麼這個教授洪森教授在這邊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般都習慣說我們自己是活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 可是有沒有發現這些所謂的這個先進國家這些這個經合組織 這些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實他們的社會福利支出都達到四分之一 GDP的四分之一 那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其實我們在資本主義的這個大的這個字眼背後 其實各個國家還是有相當重要的社會福利 然後而且並沒有再減少這樣的秩序 所以我來講講講一下這個這個問題 這一個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常常說這個社會福利支出的 今天一個教授要跟大家一起討論的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在現今的社會 我們常常說社會福利制度陷入危機 社會福利國家這個模型已經不適用了等等 但是實際上如果真的來看歷史的趨勢的話 會發現在19世紀摸20世紀初的時候 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 其實才將近他們的GDP的1%到3%而已 到了21世紀已經接近1.25%到4分之1的程度 所以可以說20世紀的一個重大的趨勢 其實是社會福利國家的建立 兩者解釋了肯定的增長和威勢在20世紀 第一者解釋了非常有名 這是我們稱為勢勢勢勢 我們繼續在議程中後就對社會福利的潛st力 因為曾經絡款勢勢勢勢勢就對社會福利的潛st力 也對社會福利國家的建設 建設基本上有兩大原因 其中第一個是大家所耳熟能想的 也就是所謂的階級的抗爭 階級的鬥爭 透過勞工的運動 勞房運動 集團會的募放 中央之间的这种冲突 这种争取 然后来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 那这样的一个社会福利 国家的建设 基本上大家是熟悉的 有一个第二个国家 比较少认识 那我们常常讨论 在很多国家 是 这是一个社会的威士 它不只是一个社会 不是一样的社会 的社会福利 这不只是一个自由 它是 على社会 它是一类货的 它是建立的 尽聚关于社会福利 业务 fantastic 社会使用 和有本能力的 一機一旦 要衝破別的一機 那麼第二個因素呢 這個社會福利國家的建制 其實有第二個因素 這個因素跟大家比較少提到 甚至是不知道的 就是實際上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 它背後也有緊急消費 那麼這些社會的支出 並不只是社會的 其實它也協助了這個市場的運作的密度提高 然後它的節奏加快 這個就是… 我會說… 一部分的藝術 一部分的 bourgeoisie 在抗議的動作 一部分的動作 要考慮 首先從一方面的角度 我們要做一些公開的動作 和工業的建設 我們要給他們一些公開的動作 這就是這個動作的動作 我認為這方面的動作 是非常重要的 在台灣今天 有一個很嚴重的 和平衡的動作 和平衡的動作 必須要擁有民主主義,必須要擁有民主主義在社會上 與民主主義組織聯合起來,讓男性性一些改革 這樣與其硬碰硬造成兩敗俱傷 其實是對於整個經濟的運作、社會的發展進步是有利的 那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戰術的考量?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民主的運作 因為在民主的部分是選舉或是民主機制的運作當中 這些所謂的精英必須要考慮到大眾中產階級 甚至是勞工階級合眾聯合才能夠達到他的目的 那為了這樣的一些問題,他們選擇會跟勞工運動合作 所以可以說,社會主義的運作和民主機制的運作 也非常重要 所以,社會主義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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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這個運作中的民主機制的運作 是在這些運作中的民主機制的運作 有所謂的法律與社會保障的法律 這是一個政治理論 那他其實是非常這個保守主義的一個政治人物 可是他卻懂得說這個在民主機制的運作之下 然後為了整體社會的利益 必須要跟這個把勞工大陸這個社會的整個政策 而不是把他們的邊緣化 把他們變成這麼激進的一群 但是,還有一個一個政治家的議員 這一個政治家的議員 一人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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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說出了 被人家的政策 的政策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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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剛才提到的是貝斯邁 他基於政治上的考量 他提倡要建立這個社會福利 然後社會保險的制度 但是除了政治人物之外 其實在經濟界、產業界的經濟 也有許多人也為了經濟的理由 認為說不應該切割勞工運動 不應該以這個勞方進行激烈的對抗 而是要一起攜手進行改革 然後讓整個社會更進步 那這些產業的經濟 他們其實來自於學界 然後企業主 負責人 然後也有政治人物 也有大學教授 包括西歐的 或者是北美洲的都有 在19世紀、20世紀 他們會進行改革 對抗議 這些改革的革命 成立的革命 因為在19世紀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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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全面产期间 backyard led ARC 和中国工 cleared 通常选的党的坚¿ 正在大家民 流行业 侦翻 , 最后发生引入瓦营文化 ,私 bulletin副大学道商管车 一定会去研究中的投资家 那可是呢他們的這個崛起其實有一個歷史的背景 就是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一次世界大戰各個國家為了要這個打贏打勝戰爭 他們必須要各國的政府必須要介入這個產業 然後控制他們的經濟離產出必要的武器等等 所以國家對於這個經濟政策的介入加深了 那同時也非常需要一群可以這個動員所有勞工的這個產業的精英 那讓這個暫時的經濟可以暫時打仗時候的經濟可以運轉的順暢 那麼所以呢這些改革派的這些富爾查爾亞的精英 他們就他們的意見就越來越受到重視 甚至到了1919年一次大戰結束的時候 成功的推行然後成立這個ILO就是國際勞工組織 這樣的一個跨國的這個國際性的推動勞工法 推動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制度的一個國際組織 從來看的那些人有些女性也有三個法律的法律 我們也不看到那些女性也有三個法律的法律 有三象 第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 那因为呢 大家都是生下来就是人 然后而且身为人 享有自然权利 享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 不可切割的一些权利 那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接近于 所谓人权这样的概念的 一个想法 那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 不管你是牢房之邦 你都是属于人类的一份子 那你就有这些权利 第二个主义 另一个主义 是 我們要求我們可以自一國的民主 有種財政的權力 我們要求我們有對於是一國的社會 而且我們要求我們在國內 第二個核心的價值 這一點比較創新 跟剛才講到的人權相比的話 是比較創新的 也就是所謂的勞工權 權利權益的概念 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的劳动者 只要你因为工作,你付出工作,你融入这个社会 基本上你就可以享有这个所谓劳动者的权利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第三个概念,比较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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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个核心价值哦 这个在座各位今天如果突然听到或许会觉得有点压力 第三个核心价值其实是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 也就是说在当时这群精英他们认为 如果劳动者他付出他的工作 他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的话 他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附加价值的话 那他就相对的他就获得一些权利,受保障的权利 那这个概念合同时正在传组的反应 这个提供商方一个第三个国家创造 만든某 整 모양了多少美国国家创造只是 像我中包装锡凭之后 同样做三个知围的 本像是ホ santé主义者数职所保障者 反应有问题的通货 空 fulfilled 两三个人制定又 solving这个同镶 好像该款的譜藏一样的 这并不是一个平均的比较平均 我记得,在这方面,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 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当初呢 根据完全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这种市场的运作 所谓的公平竞争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们发展出来的劳工权益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因为这是一个跨国的组织 所以当时他们的原则是只要一个国家 颁布一条社会的法令 比如说关于这个劳工的医疗的保险等等的话 这个基本上其他的成员国也必须要在其限内 颁布类似的法令或至少进行这个 这个法令的这个草拟然后通过 因为这样才能够保障 每个国家之间维持一样的条件 也有公平竞争的条件 然后我们也有相同类似的这个劳动的法律 所以 所以 国际劳工组织 他的一个很有趣的 然后重要的原则 其实是希望所有的成员国 盛实在这个社会法令 社会制度的这个相关法令的发展 可以同步的这个进行 然后大家的社会福利法 都差不多一样的节奏在前进 这样才会不会有公平竞争 这里有那里没有 然后那里又比较高 这里比较低等等 为什么这些学者专家 政治人物提出了这样的理念 可是同时也要企业主 能够接受才对 那为什么他们当时愿意接受呢 这些企业家 事实上是因为 这些 就是这个 IMO 他们把这个发展社会福利 发展福利国家 这个就是 塑造成是 对经济发展 对这个经济市场的运作 是有利的 而不是相衝服的 我来说 几个小个例子 接下来 教授会举这个例子 我们说的 联益社会 我们说的联益社会 我们说的联益社会 我们说联益社会 他们有所谓有所谓的联益社会 因为他们需要 有所谓的联益社会 联益社会 这些联益社会 当时呢 20世纪初 这个联益社会 北美国家为什么会企业主也愿意接受 然后推行社会驻载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是因为他们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 人力资本 劳动力来参与他们的制造 对于一个家庭的专门和女性的交易 这次典型的专门是一个反应的方法 这次典型的专门是可以更加工的颇护 这次典型的专门是带着这次典型的专门 或者是家庭政策的補助 對於懷孕的婦女的補助 讓她們有產假等等 為什麼會產生這些法令 大部分的企業也都接受呢 其實是為了提高女性的就業 女性的就業就是等於是更多的勞動力 對於外來勞動權利的保障 因為某些國家的勞動力不足 那相對的有限國家的人口比較多 所以她們希望可以吸引外來的勞工 來為本國的企業服務 還有一個最後例子 我也是在台灣所說的 職業的保障在社會上 經常醫療診服務 這是一個方法 是一個方法 的選擇 的職業 是一個方法 的選擇 的職業 是一個方法 的職業 是一個方法 是一個方法 的職業 是一個方法 的職業 這一個方法 這個另外 就是現在許多公司 其實都有的這個 年度的健檢啊 等等或者是這個 這個就是 新進員工的健檢 其實是為了要確保 這些新進員工 或者是本來的員工 它的长期的生产力 它的身体够健康 可以稳定的工作 可以有一定的产兆 明镜与点栏目 這些科學界也反映出來 那各位看到這個畫面上這個科學期間 甚至把人當作是一個馬達 就是一個可以有穩定產出 然後有一定的生產力的一個馬達 只是說它不是由機械紋絲軸產組成 而是由你我的血肉組成的這個人力馬達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需要 在一個時刻 在那裡的工程中開始 把工作的更加精緻 更加專業 尤其是在這個企業界的 這個企業界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專精 需要對各個職位,在企業當中的各個職位,各個任務描繪得越來越精細的時候 對於所謂勞動成本的利資本的管理,既然它是生產的元素的理解 甚至它的照顧,維護也是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是等94 Forte 解祖 是特 interessant機,dr特的籌癡 基本有ации,平台採和匯蓋的導延 因為這次的程座令,對著學倫敬談 和牧場的備體,我例如讓匯蓋結束 還剛才是由引致口 WWI增進製衛 encontrar 讓他們存在經營des�ית This is單 enterero的 Cu Fed作 crus與睫嚨提的 這是發表的玉 düny,本來發表 Smith 是方法讓一人間的芷蓋最需要 保持在部位中的方案 組舉著在生產的協定 同樣的舉例來說,健康保險制度,就是為了要讓這個企業花了成本訓練出來的這些員工呢,可以互相病,可以繼續的一段的工作,然後有生產力。 那至於這個所謂的退休制度,也是為了某種程度上是要保留,留住這些好不容易訓練出來,然後找到的人才人力。 我們現在已經在結束了。 而又說,在這方面的消息, 政府是個社交測的問題, 中國人的財務費力量是個學生產品的環節, 在寫資金消息時代表現, 在學生產品的建築地区域中心上的學生產品, 在學生產品的支援社會成功的學生產品。 在學生產品的學生產品是在學生產的學生產品。 他們的學生產品,相關於學生產品, 於二十世紀最大的人力成本製造、成長 的工具。 所以這個二十世紀成功的將這兩項投資轉變為越來越健康、越來越長壽、越來越有技能的人力。 這方面的財政力成功是非常有益的, 這方面的財政力成功有益的財政力, 在這方面的財政力成功是非常有益的。 社會福利制度不只是促成了生產率的提升 然後維持在高峰 它甚至對於人們的身體已經產生了一些影響 一些改變 現在的問題是 有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的主義 人權 一種方法的負責 負責 和他們的環節 那麼,在探討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永遠在衡量這兩件事 一邊,偏平的一邊是 所謂的社會正義 所謂的人權 另外一邊是所謂的經濟效應 這件事情 在那些法院,其中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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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一些国家,在法院中选择,是用选择。 尼泛在美国中选择,是用选择, 但在游泛在美国中选择, 而是在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 而是在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 所以,我继续了, 在社交平台的社交平台, 充满地, à condition qu'il y ait la liberté politique, la démocratie et l'agency, la capacité d'initiative des salariés, des syndicats et ensuite des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C'est vraiment ce rapport de force politique qui donne le sens, qui change complètement les choses et qui différent selon les pays et selon les valeurs. Et puis, et puis, et qui est 這個情勢、誰強、誰弱來看 因為事實上一些極權國家、一些獨裁國家 他們也用了社會福利作為工具 可是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比較純粹是政治的 或者是純粹是他們的強權的 那像納粹就曾經為了特殊的目的推行社會福利制度 可是相對的在一些民主國家、在一些自由的國度 對一樣也有為了經濟利益來推行社會福利 但是同時不可否認就是這個人權還有社會公益 社會正義這一塊也有被照顧到 那所以說這個天平的哪一邊哪一個比較重 其實是要看政治的制度 然後還有這個三個重點 這個社會當中人民有沒有享有政治自由的權利 第二個是有沒有民主的機制在運作 第三個是這個勞工團體還有所有的公民社會 是不是能夠適時的監督 然後也提出這個改進的這個動力 以及新的刺激 這是教授請您的分享 謝謝 好我們現在就先請那個王妍精教授來跟我們解說一下 他應該用不到沒有用泡泡的 然後接下來再請郭蓮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晚安 我先聊泡泡一下 我本來以為說就是 反正今天這個放我們講 不知道他都不會用泡泡 如果不在意見的話 就變成我一個人會用泡泡 好沒關係 我們就 我跟普通一件事情讓大家想像一下 就是所謂的功能的那個 這個壽命和健康的改善 大概1912 我記得應該是一字站前左右 那1913、1914 我忘了點確切念在 那時候法國人的這個 可以期待的最長的壽命 大概就50出頭了 50歲出頭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中間 他們實施這一些社會法 這些社會法的保障改善了多少 這個一般勞力 勞力才是大壽 改善一般勞動經濟的這個健康 那剛好講到這個 歸雅公主解釋 我先補充一下好了 就是大家可能會跟 會剛剛有一些邏輯會一時有點介入上 我補充一點點東西 大家可能就比較不想像 我們再把時間再往前倒一點就好 倒到大概是19世紀末 19世紀中時19世紀末 那時候其實就已經有人在倡議說 我們需要一個跨國的勞動力法 那時候還不是很具體 到底要怎麼立法 等於是說那個時候的情況 已經到公電話剛啟動的時候 人就是機器 人就是商品 好像買了 買了以後用壞了 大家怎麼注意 好好修他嗎 丟掉 丟掉啦 通常都丟掉對不對 好 然後 人不是商品 人不是商品 那你國家需要 不是只有需要王總帝 你國家還需要 不可以幫你擋上 好 那像這樣的情況 然後一齒二化下去怎麼辦 因為這本家一定會不喜歡說 你太多的保障 太多給我太多的負擔 好像現在的發貨來講 比如說你拿 你時拿大概兩千塊歐元 戶主那邊大概也要補兩千塊 因為他總共雞腿花幾個錢 可是你只有拿兩千塊 你還是 你還是腳從你覺得很少 但是其實那兩千塊 就不會來過的保障 好 好 那你會覺得說 他是戶主教徒連天啊對不對 可是 為什麼戶主要接受 就是 那時候其實國家也是快要受不了的 就是 一方面工人也貪貪 你像奴隸一樣 我們的生命是可拋棄的 然後這個小孩滿街頭的 女人也沒有時間管 男人女生 那更是在男人不太習慣 這個歐洲這方面其實也是進行反彈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國家算是有一點 難以 難以控制的這個情況 那怎麼辦啦 有人倡議說 誒這個要創作啦 這個不能再要惡性競爭下去 你再要惡性競爭下去就是 各國都會寧可說 我的老公概率比較差 然後去吸引脂肪來 這個我們很熟悉對不對 台灣就覺得說 先走進去 你還低這樣 外資才會進入 還停留在那個想像 誒 可是 你可以看到像 MISMINE他們的想法跟一樣 為什麼 你要保全這個國家的生命 這是很國家的想法對不對 很集體的想法 他並不是在為那個勞房考量 我要保全國家的生命 我要保全國家的生命 這個國家不能一分為二 不能有奴隸跟組織 這個這個兩個 比如說一個奴隸的德國 一個組織的德國 沒有這樣 德國就是德國 對不對 我打仗的時候 說我要徵造的是勞房 你知不知道願意替我打仗嗎 馬上跑我把西去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一個 我要一個德國可以願意為我賣命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以下人物要照顧 我不能讓他平衡扭下去 所以那時候也開始倡議 有一位泰國人他開始 民間他開始倡議說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跨國的地方 那剛開始推沒有那麼順利 好不容易在日曆市的倡議之下 我們來他們要開多地會議 後來也就到柏林去 這個柏林會議他們裡面討論很多 討論像譬如說女人的公識 還有全部人的公識 小孩子的公識等等的 為什麼要討論這些 因為女人同時對國家來講 我們講很現實 對國家來講 我們先拋開那個性別的那種 那個論述 我們這邊從很現實的那個 傳統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民主國家的角度來看 女人同時是什麼 是再生產品 生產品跟再生產品 沒有人要不然你生小孩 跟台灣一樣對不對 要不然你生小孩 就大家笑一笑這樣 再說你看你到時候給我什麼待遇 我再想想看我要不要生 要不然誰幫我養對不對 誰幫我處 那好很簡單 既然我需要這麼多 我需要人民替我做這麼多 去復國強兵的這些工作 那我不可能說就是放任企業主 我國家可以介入 好 剛剛老哥有提到 就是有什麼問題 國家可以介入 要去遏止這個 一直往下 這個勞動條件一直往下扯 所以開始介入 開始怎麼介入呢 就是我如果介入了 其實可以讓我介入怎麼辦 好 這裡要邝國 那剛才是一九 一八 不是講一九兩四塊 一八九零年那個國齡會議 他們討論很多 各種的這個待遇等等 簽了最後一定書 但是其實沒有真正成立一個 等於是邝國之間的這個有拘束力的這樣的框架 所以一直是等到 其實等到他們其實都已經有在推動 就是成立一些辦事處 邝國的辦事處 有一點像事務性組織那樣 可是真正還是要等到一九一九 戰後 那戰後當然是俠著這個 戰勝的那種 為了要 那時候 我剛成立的時候 國際老公組織剛成立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韓語口號 很重要的口號是 以這個社會權來 社會的安定來保障和平 你覺得跟和平有什麼關係 欸 去阻止那個惡性競爭 因為國家之間的惡性競爭 導致了你最後必須要走向戰爭 那時候的想法 OK 所以對基因來講 給這個社會權有什麼好處 當然有 戰爭對我不見得是好事 當然對軍火商是好事 你可能會這樣想 但整體來講 就是說把這些戰爭對我力定都是好事 力定 那好 所以一九一九年之後 你們可以看到像 那法國的這個 大家知道那個一九四八年那個 世界人權宣言 我看世界人權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 1948年一個世界人權宣言 那個騎草人之一很重要 那就是那一家床 大家知道他嗎 一個法國人 大家比較知道我屬於豬人 比較知道他的政治力 還是很現實 就這樣 那其實真的很重要 在騎草人是一個法國人 那他當時就這樣稱授這個國際勞工組織 說他是這個世界上第一戶 國際人權法的 他的他的成立 是一個國際人權發電化的第一個保障 就是第一個點半 那是不是呢 的確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有一個印象出貨 你老實說 那個人權其實是二戰之後才開始的啊 那從這個最基本的公平權開始保障 社會權是很緩的事情 錯 社會權不限 在國際法治 整個法治的這個層面來講 反而是社會權走在前面 為了保存這些國家的命脈 為了保存這個經濟的勢力 這樣接大家可能就稍微 比較接了起來 就是說為什麼 就是會有這個經濟效能 這種考量在裡面 因為這些國家要生存 那大概介紹一下就是 就是像這個 譬如說裡面牽涉到的這些基本人權 尤其是在二戰之後 他們的那個廢城的宣言 然後他們一個廢城的 後來被納到他們的這個組織的基本法裡面去 那裡面一個很幾個很重要 當然是重申第一個工作 我們這些勞動者並不是商品 第二個是 所謂的原論自由跟結束自由 原論自由跟結束自由 這兩個非常非常重要 那很簡單 國家你們要答應這個東西 其實國家最不喜歡你 這個形成一個勢力對不對 不要跟他對抗 可是為什麼要答應我 其實套剛剛邏輯你就可以想懂 我寧可讓你勞資對等去處理 去解決就好 國家不用去兩邊調好 我國家何必介意你們 你們兩邊搞定你就好 那我給你這個結束自由 讓你去跟資方兩邊平起平坐 而且很重要一點 要強調一下 這個國際勞工組織的特色 一般我們講國際組織 都是一個國家派一個代表的 派你的外交部長派你的大使 然後在那邊這樣 講一些跟人民脫節的事情 你的印象是這樣 國際勞工組織是三方代表 政府 資方 老方 每一個代表都有一個票 平等 所以國際勞工組織是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難能可貴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就是民間勢力同時在國際組織上面發生 那當然你會不會有衝突 也有啦 也就是也有蠻嚴重的衝突 這個等下再講 然後再來這個 集會結束自由 不是集會結束 這個表現自由跟結束自由 再來就是一個 跟其實我們後來 你會發現說 我們這樣搞了一個事件 還在做一樣的是 貧窮這個問題 減貧這個問題 你看到了這個 有沒有說這個千幾年的這個目標 還可以結束一個目的目標 你會覺得說不想吃氣了 我們人的內心多好慢 但是也不用太悲觀 因為其實嚴格來講 我們可以說 甚至可以說 整個聯合國體系 甚至是從19世紀末 到現在的國際體制裡面 真的做得對成功 不是和平的那方面 反而不是 我們那個很 尤其是 像我們這個 某個世代以上 還記得我們在那個時候 對不起不應該看 我應該看到 那冷戰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聯合國在做什麼 聯合國被槍換了 聯合國沒有做事情了 聯合國有做事情 做什麼 它的經濟社會一直會 它的經濟社會一直會有在運作 那時候他們 所謂的這個工業化國家 跟開關國家 有透過這個機制在對話 好我要成立什麼樣的計畫 去也許可以去幫你解決 也許可以幫彼此解決 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而不要一直是這種對抗 不要一直是壓迫的那種關係 有在解決 你說有沒有做得一百分很好 沒有啦 但是你說如果說 人戰期間 聯合國還在運作 那今天社會人 就會算是一個 很重要的核心的一個技術 所以 這邊大概講完這個國際的脈絡 要帶入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好像就是資方勞房政府 其實還有一個角色他有在參與 因為資方勞房政府 這就代表說 好像行政立法 還缺一個資法 資法派你這個角色 尤其像最近 講一個那個 國際藥工組織 這幾年的一個很重要的爭端 其實也不能說這幾年 應該是說這幾年開始惡化 2012年以後開始惡化 1994年之後 他們在炒一炒一件事情 國際藥工組織裡面有一個 所謂的專家委員會 他們專門在審國家 會藥工組織有很多公約 簽很多公約 包括 譬如說 找年那種業績工作 然後還有海上的工作 船員跟待遇等等 這些都有公約 然後這個 協商 經濟協商的權利等等 譬如說簽個別的公約 這樣一堂百個 那這些公約誰來監督呢 他們覺得說 我們董方監督不妥 資方監督不妥 對不對 那誰 那找專家覺得 獨立的 獨立的跟那專家來監督 怎麼監督呢 每個國家交報告 比較核心的那幾個報告 你說這樣一堂百個報告 不可能 就是核心的那些公約 要寫個報告 然後他去監督 他會給你意見 那從1994年開始 資方的代表 在這個不妖用組織裡面 資方的代表 開始質疑這個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尤其這個專家委員會呢 他們認為 他們一直很堅持說 我們這些公約裡面 沒有直接講到罷工權 沒有直接明文規定罷工權 但是既然你保障集體協商 既然你要保障勞工 直接跟部主抗爭的權利 那怎麼可能沒有罷工權 那罷工權也不是說可以無限上當 要做規矩 有限制 那你說這個 把這個國家癱瘓掉不是你的目的吧 其實是要給你資方壓力而已 那搞到這個國家癱瘓就有什麼好處 所以是有限制的 其實罷工權是很難形式 很麻煩的 那沒有台灣限制那麼荒蕩的 所以剛才限制算是蠻兇的 我那個剛才台灣很傻傻的 也就是奇怪 台灣怎麼沒有那種資源性 不然發現法律不行這樣 好 像這樣的發展 剛資方對這個專家委員會的權威 開始質疑 什麼質疑呢 甚至到2012年他開始去擋 他們有個很重要的程序 就是每年寫完報告以後 要去列一個名單 就是說這些國家是最可憐的 勞工待遇最差的 勞工形同奴隸 真的從這些國家 那第一個清單 然後譴責他們 然後 那個 那一年的那個大會 就被資方代表 被格 讓你沒有辦法做這個決議 這是ILO非常重要的一個決議 那不讓他做為什麼 其實他是衝著那些專家委員會來 你沒有 你沒有這個 正當性在這裡自自奠奠 我們那些公約裡面可沒有說有罷工權 那像這樣你會發現說一個準司法機構 其實他不是什麼司法機構 他就是等於是一個第三方意見 他甚至還沒有到準司法 就是一個第三方意見 一個獨立專家的意見 這樣被質疑 這等於是質疑到ILO一個非常核心的價值 我訂了這些公約我要怎麼落實 我要找人來勢力支持點點 大家都不喜歡被支持點點對不對 最好是在那邊 每個人都在那邊愛護眼神看著你最開心這樣 欸可是怎麼辦呢 就是這幾年他沒有這樣的抗爭 那你會發現說 這些國際組織其實他真的要維持他的 用台灣的話來講會命 其實蠻辛苦的 中間一直要經過這樣的抗爭 真的是階級鬥爭就沒有完嘛 對不對 就是一直這樣抗爭抗爭 那好後來又又重新肯定了這個發光權 好不容易 好經過的那幾年 大概都是前兩年的事情 那像這樣 你就覺得說 哇 你只是一個專家委員會 那你司法機構敢幹嘛 司法機構通常讓我們覺得說很被動 很被動又很小心又很謹慎對不對 可是在歐洲這幾年開始 有些不在開始時期 比如說他的這個社會體負 社會待遇 這個社會團體的時候呢 他們開始要踩一個底線 他們決定要踩一個底線 比如說像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體系其實 我們剛剛好像都聽到歐洲人權法院 那我們不知道說 其實歐洲理事可以底下 可以幹嘛一個社會選擇人權 他是在管這個經濟社會方面的興趣 那他的意見也是諸審報告 就是好弱 諸審報告然後講說 你這樣做不對 不對怎樣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覺得說沒有用 可是這幾年 這十年來 他的意見開始被歐洲人權法院拿去用 你說歐洲人權法院 那你們歐洲人權法院 你是在管工作 公民權嗎 那公民權有沒有結社自由 有嗎 那我就拿那個來參考 然後說 基本人權裡面有 有積極協商權 工作的人有積極協商權 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規定 我case by case 公務人員有積極協商權 憲兵 這個法國的憲兵 我有什麼 我有組織協會的權利 他沒有勇敢到說 他有積極協商權 但是說 你有組織協會 你為什麼要不憲兵 不得了 對不對 不是要上下服從嗎 他說 你可以組織協會 可以溝通啊 對不對 我沒有說你可以罷工 我什麼都沒有沒有錯 我只是說 你應該可以 這個協會 你也可以讓它存在 那為什麼要允許這些協會 其實說穿了 你預期把這件事情 鬧上司法 拖很久 讓國家來介入 為什麼你們不自己協商量 你要好多少社會資本 或許你也可以這樣考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單純如果看到 黃代申舉人權 你就覺得說 國家一定不會待遇 你一定不會待遇 但是其實你有各種的理由 可以去讓國家意識到說 其實你的工作效率也提升 像譬如說 包括他們自己早年 那個勞動待遇這麼差的時候 其實工作效率非常差 工作效率差 然後勞工的健康差 工作效率就在工作趕快倒下來 你就擺去連 對 那個都是成本 那些都是成本 所以其實你算得這麼精 你算得這麼精 那不如把數據拿出來 法國前一陣子在媒體上 他們就很驕傲地在搶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說 你們法國休假這麼多 就是一年這樣 這麼多時間不在公共的崗位 你們公共的跨率一定很差吧 結果法國那個 每一個勞工的產值比美國高 然後他們法國就不得了 在臉書上這樣嗆著翻天啊 這樣跟美國人這樣 嘿嘿 看我們 看我們這樣 欸 我安心我待遇好 我安心我待遇好 那這樣子反而會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那最後補充一下 像譬如說 歐德文凡他踩的這一些筑線 他並不是真的在推動什麼 而是他是順勢的 你社會發展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自然而然大家已經有共識 應該要發展什麼事情 他最後幫你推法而已 他並不是那種 他還是被動 但是至少要踩一個底線 那一個底線很重要 在社會法裡面就是 像譬如說社會警戶 有一些是我的保險 所以是我可期待的 可期待的這個財產權 對不對 因為我投保 我就要這麼多寶貝 那最後我要拿回來 這個是很OK的 沒有問題 這是我應得的 可是如果是國家額外給你的 就你不用 你不用具備說 你有繳稅 你有繳這個 這個社會保險經濟 你不用做這些繳費的動作 就可以領到那個錢 那你可不可以說那是保險 你覺得不行 可是萬一 你發現說 國家愛給誰就給誰 那你覺得我明明條件 比他還差 如果你不到差你不到 那你是不是心裡還是有一點 有一點不乾淨 那這問題會在哪裡 國家的確沒有 可能沒有義務多給你 對不對 可是你覺得我的處境 比那個拿到的人還要慘 那國家為什麼不給我 比如說如果假設單純 因為你的性別 假設 因為你的性別 就是說男生 活得久 活得夠 沒有問題 好 就給你一聲 那各位男性 心裡會有點心酸 就覺得說為什麼 好 那這個時候 對不起 我還是要糾摺 你差別在月裡都在哪裡 就算你是多給的 而且既然在歐洲 歐洲那個社會導演的概念 因為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是幾乎就是那個 他們那些基金跟稅金 幾乎都混在一起了 幾乎都混在一起了 所以最後就變成說 只要你是公民 其實你就是有權拿 我只要給我 就要公平的給 這是原則 所以你可以看他踩的是一個底線 還有另外一個底線是 你不可以讓他們活不下去 不可以讓一個人陷於那種 你知道你在這個魚果的這個小說裡面看到的這種情況 在左拉的小說裡面看到的這種情況 不可能再發生 不可以 國家就是要負責 幫這些人活下去 OK 那像這樣的底線 司法還慘 那司法在他判決裡面 試著去跟那些國家對話 讓他們任性說 你既然你的原則是這樣建立 也要把它撤到你 不要突然說我財政主說 然後就這筆錢拿回來 那筆錢拿回家 就是很正義的 很自義的在收你的錢 然後找一些官門訪話裡的 你還是要秉持這個平等的原則 還是要養個大原則 一個平等的一個專業 對不對 專業是說那個真的是完全活不下去 你還是要少補償 平等是 好 我活得下去 但是我活得很不好 那我覺得你本來應該要給我的東西 你差別在永遠給我 那這個差別在永遠不合理 我還是要自法還很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財政主持十幾年在扮演的角色 在這個所謂的自由貿易的衝擊之下 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概 2000年的前十年 這中間 很多很多的這個抗爭 從九年來末期一直延伸過來 很多很多的抗爭 都是針對你不要有什麼G-H 什麼G-20 跟長年氣候有關的任何的這些集會 不要有些國際員走到哪裡 他們就抗爭就去到哪裡 氣候當然是地外馬力這樣 然後為什麼要這樣 這很簡單就是 那時候那個出幅已經很高了 就是那個對立的那個氣氛已經很高了 那你的自由萬一要走到哪裡 因為要讓人家參與 那個參與的機制 在那時候其實媽媽其實在那抗爭之中 其實 那個就在表達說 我們被排除在外 你們所決定的那個世界秩序 新世界秩序我們不同意 那你看 ILO的努力 其實就是這樣 勞方進來 師方進來 聖府進來 大家三方這樣談判 那如果你談的這些貿易裡面 都沒有勞方的角度的時候 這就很麻煩 OK 那其實對國家不見得是好事 大概是這樣的這個發展 跟普通一點師傍的角色 那我知道那個 陳大哥也要講的這個東西 非常的龐雜 我盡量把時間留給他 好 謝謝 是我的PPT OK好 也跟天津講一下 做這個PPT 主要是擔心我 成為一個不稱職的一台員 所以讓自己壯膽一下 那剛剛林津教授的這個演說 其實我相信我跟他有很多的想法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當然他剛剛的內容 其實在台灣這個時間點上 提供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想像 也就是說 我們1月16號 剛完成的第三次的政黨輪替 對不對 那三次的政黨輪替 表示台灣的政治領域 已經達到一定成熟的標準 但是政黨輪替了 政治輪替了 我們的社會福利的價值有沒有輪替 我們經濟發展的價值有沒有輪替 我覺得這才是某種程度上 那也許待會也會跟他做更多的討論 那顯然 我最近出了一本書 叫做《公平經濟的失覽圖》 公平經濟 所以我嘗試提出一套 不一樣有別於過去的 那種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想像 那當然 我最近的其他演講裡面 我已經不再分享討論說 什麼是一個好的 雖然從大家看到我的職稱 台灣勞工這些秘書長 我在這個單位已經二十一年了 就從事勞工運動 那也關心健康典前的這個議題 從我的位置大概 大家可以稍微可以理解到說 我當然是一個比較爭取勞工權益 或者是某種程度上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社會獨立者 的一種角度 那我最近其實蠻常跟他談說 什麼是好的資本主義 譬如說 我就用一個歷史來先 我開始我的理談 您認為 假設您家裡需要的動力 那你有一個小孩 你會不會為你的小孩吃生產激素 讓他一年大一處 然後你很快就有活動力 你會不會做這樣的行為 媽媽要同樣對不對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基本的人性 但是現在網友之中的資本主義會 譬如說 一隻雞 你可能過去要講三個月才可以賣 現在我過一大支生產激素 四十年我就可以賣 而且我一年 我生產激素大大的提升 我賺的錢就越來越多 請問 你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資本主義嗎 我相信很多人搖頭 這樣一個很快的資本主義 所以他回過頭會反食 你會不會賣他 那我相信 你們就好好來挑戰這個意思吧 那當然 庄教授的這個演講的題目 人權、社會正義跟體力相宜 我想後面我會提供一些台灣的經驗點 來做一個對話 人權基本上 也許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學說 但是他一定有一個標準 譬如說 我們現在應該不需要討論 人力自由 是不是你的基本人權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一個比較 比較好的一個 比較容易理解的 當然不要忘記 在歐洲 你說希特勒沒有殺過人 是你罪的 不是你的人力自由 那是你對於受害者的一種歧視 社會正義 你專門不同的價值 譬如說 我是一個勞工運動的從事不可 我對於看待社會正義 本身就有 我自己的一些價值設定在裡面 或者 也許你有不同的角色 或不同的選擇也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重點應該轉在 後面剛剛教授所提到的 所謂的 所謂的 社會鼓勵的一個 經濟效益到底什麼 社會一直都沒有被討論 而且怎麼樣 被忽略 因為我們只要三個字 拼經濟 拼經濟 在拼經濟的結構之下 很多的正義 差不多這幾年 發生在台灣的土地的正義 我們勞動的正義 是在這個部列的 然後下一張 謝謝 那我用這一張來 呼應教授的 剛剛的一張圖 他剛剛是一張 舊的 1901年的圖 這是2006年的圖 2006年 因為我本身也是社會主義國際的成員 這是我們在歐洲開會的時候 同樣固執了一百多年前 也是一百以後 我們繼續的鬥爭這很多的 一個基本的 一個勞動的權利 下一張 那我先大概提供給教授 一些台灣 某種程度上 這十幾二十年來 的一些精進的不正義 譬如說這不是我的圖 這是官方的統計數字 大概在1992年 1992年其實是台灣很關鍵的一年 為什麼1992年是台灣很關鍵的一年 因為在我來台灣念書 對不起不是 1992年 事實上是中華民國第二屆立法人員選舉 也就是說民國81年 中華民國成立的81年 國會從來沒有補選過 因為三葉血運 因為野百合 因為前輩格很努力 所以國會全民改選 但是1992年以後 大家看這個圖 你就知道說 以前在理論上 經濟成長 帶動心智的成長 理論上跟實際的效果 都是一致的 但是這個時間點上以後 經濟成長是經濟成長的 心智成長是心智成長的 像葉拉的也大了 當然如果你們稍微可以解讀了 這張圖的話 某種程度上 這代表的經濟第一分配的不正義 因為感覺起來經濟持續的成長 但是所得 勞工的所得並沒有增加 經濟發展的果實 並沒有累積在勞工身上 但是很吊悔的 好像正在發生在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民主的起點上 之後 往後的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發展 下一張 這是我們的基本工資 這是我們的基本工資 就是如果有基本工資 就Minimum Way 基本工資的這個名稱 你可以回推到1984年 勞基法的立法 更早以前 其實我們也有最低工資 1984年的立法 到了2015年 調整到2008月 這個給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的基本工資 爬了30年 終於爬超過200萬 當然你不要忘記633 因為他520到下來了 然後下一張 那當然我們的心智道對的問題 正凸顯的剛教授 所提到的一個基本的 所以今天所要討論的意義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 不正義的經濟體制之下 也許我們把它稱之為 過去我們政治基因 所信仰的活動 在經濟發展的模型 心自由主義之下 在我們的分配依然約束正義 包括我們的心智倒退的問題 那請問我們的房價有沒有倒退 我們物價有沒有倒退 沒有 而心智倒退 我們的房價提高 我們的物價提高 它會加重一個人的痛苦 加重一個人的痛苦 那當然我們要 真的要很 很非常非常的 專心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不處理的話 我相信在說各位 因為很多都是年輕的朋友 實際上來 你們會更痛苦 因為我們大陸的後面 還有更痛苦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下一張 那我用三個項目 來跟教授做一個呼應 也就是說 譬如剛剛教授所提到的 從比斯麥同士的 德國第880年開始的社會保險 某種程度上 比斯麥他可能在首相攏落公會 某種程度上是如此 他不是真心誠意的 就是整個要照顧老公 他就是想說他必須要打擊 當時以後春水發展的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潮 包括住宅跟郭育跟長照的 這幾個面向 來做一些討論 然後如果你把這些台灣的脈絡 放在剛剛教授跟他介紹的脈絡裡面 我相信會更深刻一點 也就是如果我們在不錯的話 我相信未來台灣的競技 不會好 準備更糟糕 比賽上 這是第一年來 當我們在看一個國家的醫療人權 或醫療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會看國民醫療支出 也就英文就叫做 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國民的醫療支出 大概從1995年的3千多億 增加到2013年的9千多億 接近一兆 多可怕 一兆 白票 新台幣 那事實上美人的那個也增加了說 那 好看 我們有一個資助叫做什麼 賢徑建保 我大概用台語說這個 我還想台語也可以翻譯 如果用台語說 賢徑建保 如果要做好媽祖佛的落落 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健保 大概如果 如果從我這個學衛生福利等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會看一個指標 也就是說 Out of pocket 從你的口袋裡面吃這個血大概佔多少 如果 我們的Out of pocket 佔了百分之七十 這一兆的百分之七十都是女父的 你會覺得會不會很可怕 當然很可怕 那這個牽扯到 牽扯到一個人你沒辦法活得下去 會不會因病而病 因平而病有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在討論的所謂的健康權 基本保障的問題 不要忘記我們的憲法 第17條 對不對 也有規範相關的 國家應該施以社會保險跟供應制度 來保障一個國民民主的健康 好 下一張 但是我們的健保什麼時候開辦盒 剛剛教授給大家一個訊息 事實上 全世界第一個健保在1880以後 Bismine對不對 Bismine 我們在擴散了七十年 終於跑來台灣了 好 在歐洲 其實大概奧地利 瑞典大概就是那幾年 慢慢的擴散 所以Bismine是我們在學 我在教社會福利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一定要教Bismine的歷史 因為他創造的這個制度 在歐洲非常擴散 擴散了七十年 1950年終於跑來台灣 我們開辦了勞保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1950年 開辦老保跟農保 你不要忘記我公民講 不是我公民 開玩笑 因為這有後面的意思 有老保就會有某種程度上的健康保險 慢慢的落大 1958年的工保 1980年代的農保 到了1995年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有健康保險的人 只佔了我們國民的57.08% 言下之意是什麼 言下之意是1995年開辦健保以前 有42%左右的人是完全沒有保險 這群人比較有機會 或者常常會碰到因病而病 因平而病 這個媽媽當年代看了八年 或者是說生活上周遭鄰居 家裡有一個人要上救護車 要簽本票 家裡有一個人上手術台 這個手術兩百萬 你要先表達十二十萬 當然勞工就會受到創情 所以請大家如果把這個脈絡 把這個脈絡放在教授所剛剛的提醒裡面 你有沒有想像 2001年全球的金融公報的時候 台灣沒有健保的情況 你有沒有想像2001年全球的金融公報的時候 台灣沒有健保 這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想像2008年4月6點多的時候 台灣沒有健保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健保這個制度 某種程度上它支撐了什麼 它不只支撐了一個人最基本的健康權利 有健康的身體 有健康的自由 可以在市場裡面去付出你的勞動力 不只是如此 還包括什麼樣 保障了所有國人的風險 所以健保是一個台灣很重要 我們在主要是社會福利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制度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再來討論另外一個問題 跟教授有提到的社會處宅 好 再按一下 OK好 這個苦臉就出來了 要不吃不喝 就是去年2015年 在這個新年台北西體 在座年輕人 你們要不吃不喝食物裡面 才有可能買得起台北市的房子 那全國的比例 大概其實大家可以看過去 那當然這不只是台北市的問題 新北市的問題也蠻嚴重的 路會必須的問題也蠻嚴重的 再接著到另外一個 我們科技討論的價值 房子是哪來住的 還是哪來賣的 如果你打重器裡面認爲 房子是哪來賣的 那你當然會在乎豪宅 有他的新聞 如果你打重器裡面認爲 房子是真的哪來住的 那賣得到好價格 跟賣不到好價格 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 保費不那麼重要 都接著到剛剛也已經講到的商品化的問題 下一張 我們以上是出 我們舉幾個國家 美國 美國去年花了六千億 大概兩百億美金的錢 來做生分住宅 每一個國人分到三點一六億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他的國人人數 每一個人分到大概一千 一千八百九百八十八塊 韓國大概是一千多億台幣的這樣的一個支出 台灣呢 六點七億 而且是 六十年變六十七億 所以一年是六點七億 所以每一個人分到二十九百二十 那你覺得 你覺得 有辦法解決我們住宅的問題嗎 下一張 這就是剛剛教授所提到的社會住宅 格蘭全世界最高 三十四 從四十幾 分分降到三十四 我以此在三十四左右 英國二十 德國十六十六點二 美國也有六點二 日本新加坡也有三 台灣在哪裡 台灣 零點零八 你會認為 新總統 五二零上台有新總統 要不要來舉個理論 這就是 我覺得今天這一場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這些數字來做一些對話 然後讓各個了解說 你對一個國家的想像 包括對於人權的保護 對於社會正義的追求 到底可以有什麼樣子你的新的想像 下一張 好 我要給大家一個殘酷的 殘酷的數字 台灣的生意力 台灣的未來世代又少又少又窮 讓你的生意力解決下去的 可怕的 再給一個數字 將來我們要搶救命令結婚動物 媽媽 因為媽媽會越來越少 所以會越來越高 那教授可能不知道台灣的脈絡 其實我們的生意力前期也有稍微上升了一點 哪一年呢 突然間飆升了 在2012年突然間飆升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會突然間飆升呢 因為農目 所以要解決台灣生意力的問題 不是一個人罵三千塊 而是把十二生肖都改農 那這個趨勢是什麼 這個趨勢難道不是 剛剛講的勞動的不爭議 你賺掉錢22K 你的所得追不上物價 你的所得追不上房價 這個結果難道不是 你對未來有希望的 這個結果難道不是說 你必須花太多太多的資源 到市場裡面去購買 所導致的結果嗎 我要奉獻在座各位年輕的朋友 王武貴好貴 不要被老師騙了 哪本貴對不對 斷了以後更貴 斷了以後的教育費又更貴 所以這樣的一個生意力的問題 凸顯得台灣需要花更多的資源 來投入在托育的政策 下一張 我們不只碰到托育的 還有正式 這條線超英港美 超英港美 比法國的也超越法國 這條線是什麼線 人口老化 OK 如果你們在東東外面經濟的話 應該要有更敏感度 在這個時間前上面 有一個產業應該會是比較 比較夯的產業 叫變戰略 這張圖很經典 這張圖是國家的報告書 提醒我們台灣現在 再過五年 我們就是一個超高級社會 我們必須要有強大的制度 像其他的這樣的部分 來 下一張 來 民國97年 7個人養一個老人 115年 3點2個人養一個老人 145年 1點4個人養一個老人 那我們要不要要求國家趕快介入了 還是我們繼續學信仰 國家管得越少越好 小而美越好 還是說我們就越來越想進市場 市場是萬能的 我們都到市場去購買 問題是 擺得起嗎 我不知道 與我的經驗大概好不及 好 下一張 所以 請大家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一直按一下 我就把這張這樣 這是我的結論 下一張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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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解決之道 其實我們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書 叫《荒世代》 你大概提出了一個解決的方法 第一個 我們當然必須要從 你的所得的提高開始 當你沒有協商的能力 你可能沒有辦法取得更好的所得 包括這兩天在討論的白領 所謂的白領外寮很多問題 我們的外寮政策 外寮政策 我要提醒大家 我們缺光 我們要的是勞動力 來的是人 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 用對待人的方法 來對待這群在臺灣 辛苦工作的朋友 不是因為我是外國人 我才這樣講 而是說 這個基於我的價值 本來就應該對一個人 人性的對待 建潔工會 提高工資 你會增加你的消費 而且你會擴大你的稅金 我們必須要去做稅子的改革 我無法想像 一哥在股票裡面賺了兩百萬 兩百萬的人 他不需要繳稅 因為我們的正所稅過去是看規範的 我無法想像 我無法想像 尤其前年 前年法國的一個學者 叫Pikelli 來臺灣 他說 資本地的人在課多少的稅 他的答案是百分之八十 如果你用錢滾錢 就等一千萬 你八百萬用來哪一小稅 就是Pikelli 法國的基地學長Pikelli 歸臺灣的建議 我深感認同 就是我分享認同 用錢滾錢是不到的 建錢稅制 特徵資本利得稅 減少不當的租稅 直接分配 當然政府可以去做這部分 而且必須要做 政府也必須減少不當的支出 當然擴大整個稅基的以後 他提供的是受僱者的一個支持體系 你再按一下 也就是說 提供 當你提供 就是剛剛教授所提到的 社會福利 他的經濟效益 當你提供從生到死的 這樣的一個照顧體系 包括脫育、教育、居住跟長照 我只舉了幾個 一個勞工 他就有多餘的錢 Pokelli 你們就有多餘的錢來進行消費 你想一想吧 假設你們的薪水是三萬 你有兩個小孩 一個人的保護費是一萬五 三萬就沒了 你還有錢消費嗎 那我還要問一個 你還敢生嗎 那還敢生的 那只有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創造這樣的效益 整個台灣的那樣的一個 目前低迷的這樣的一個經濟狀態 可以萬萬去提 所以我想我用簡單的 台灣的這樣的素質跟經驗 以及說 嘗試所提出來的一個Solution 一個有解決的方法 來跟教授的這個 所提供的資料來做對話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我覺得今天晚上的這樣的一個 教授的演說 真的蠻重要的 提供 至少 我覺得他提供給大家 在這個解決演講 想一想 你看我們政黨免替人 當然就是一個 他對台灣的政策是個喜事 可喜可樂 我們民主的八黨 越來越好了 但是 我們的基本價值呢 也有提出 有沒有免替 如果我們還是以過去 減稅舊經濟 然後的 讓模式的話 卻在過去三十年的實驗 給我們慘痛的代價 我們繼續讓他下去的話 那我相信 我相信 未來的一年 兩年 四年 可能 我們還是遭遇同樣的問題 那我就做解釋 這樣一個語談 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 你可以發現我們台灣人才幾級 對不對 也是可以 讓他們有各有學位賺進去談 他們的問題 然後 有人因為常來這裡講 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都已經很熟悉 他談了這個最基本問題 雖然點出了問題 其實好像說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我們也不能太過於樂觀 政黨問題這個解決就可以 這個問題就會被解決 所以 可能還需要更多的一些 力量啦 提醒啦 壓力啦 才有辦法去改變 那接下來我們到九點 我們運氣到九點十分結束 然後所有還有三十分鐘 時間可以讓大家提問題 好 那 也可以針對他們彼此之間 個別提問題 也可以針對 他們三個人 同心提出一個中和性問題 也可以讓他們去 在他們彼此講話裡面 找到他們彼此矛盾的地方 去提出問題 都可以 然後我們今天三個問題 那你講中文就好了 那你要講法文可以 我們可以幫你反應 但是你講中文就可以了 我也幫你反應 來 真的嗎 兩個 兩個 沒關係 隨便如果沒什麼好失去的 來 三個 好 來我們先從 那一個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剛剛今天那個 你今天講的那個 整個這樣子的一個 對未來的難度的想像 我要請問一下 因為你目前台灣的狀況 那 你剛剛最後提到說 要有一些比較積極的 作法 那我想要聊天說 那我們 可以有怎麼樣子比較 積極的作法 然後來 改善 這樣子的 我們說一個 二性的作法 的狀況 好 你這個積極的作法 我們同時 可以 那個 我們睡過中在的 真的 讓他也來看看 台灣目前的狀況 他覺得有什麼樣的作法 可以改變這些東西 那 那 有連你可以 我答應我教練的作法 對 所以 先讓他講 然後再來 我們再來 好 來再來 剛剛 各位 你 對 真 我們 我們 就是 一開成 我們會希望自由市場 可以讓每個人都公平 來獲得那種贏能 而那樣自由市場 就是資本到一定的強度 會變成富的人越富 窮的人越富 窮的人越強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處理方式 好像是用社會福利的方式去進行說 那我把我的稅收全部都拿過來 再由我去分配 去支援窮人 他應該獲得了基本生活 那在這樣的自由跟社會福利的中間 是不是有一個我們所親愛的分配正義 不是要由政府去強制人間的工作 那我通常也都有來過 那現在剛剛教授所提到的 現在現在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福利支出GDP的25% 會不會也是一種警訊 表示我們沒有辦法去期待自由市場 讓每個人都能夠有公平競爭 公平生存的可能 而必須要由國家去強制的業務 然後讓富的人把他們在市場上 越多的多餘的財富交出一些些 然後去進行的 那有沒有一個 台灣現在還是很進行的中間的可能 我們是直接嚇到說好 那我們就是走之前已經開 以我們找我們的國人家 直接用社會福利的方式 來 這個 這個 印經你有沒有看 這個 這個有點差 好 好 那也可以 那也可以 就是也可以講 好 來 來 因為我剛剛主要 比較關注就是人口老化的問題 因為人口老化這個問題在 為什麼 因為我身邊很多大學或是 我之前做過運動中心 大部分都是老人人口 在運動中心裡面工作 打工的時候 空讀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老人口 比較高 但是大部分的 現在就開始了 那你說之後會更嚴重 不會 那應該要把它改為老人運動中心 那 然後有一個中間就是 大部分的 那個世代的人 就是人口老化那個世代的人 我覺得對於社會主義 或是 比較 左派思想會比較有點 去 尤其是台灣 尤其是 社會主義 可是他們又 又要享受到所有的福利 對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說 要怎麼解決就是 讓他們相信這個 所收稅 或是 提高 提高 一些 未來 你年紀大波 要給你一些 折批 這一問題 而不是 繳了 繳保險公司 繳一些 不管是其他人受殘險 就是交給他們 還是交了這個 那怎麼讓他們享受這個 好 你說 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說服他 那個 有人做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是 看起來不是太成功嗎 沒有 沒有 再次還沒有 就是 我是說 個別很難 因為有時候我們很難去說服 那個自私的人 自私其實很難說服 比如說 公立主義 我們今天剛剛有談到 一個公立主義的概念 公立主義的概念 其實它是追求效應的 它這個社會正義其實 你會發現 社會正義跟 跟 跟親戚效益 有些人是把 社會正義當作手段 然後 目的是要促成 親戚效益 那這個就是公立主義 因為它不在乎 人最基本的那個價值 所以我們有時候是碰到很多公立主義的人 可是 就像剛剛教授有提到 關於 慈善 仁慈 不是對人的仁慈 因為這個對準是為了 防守有好處的 那 可是我們也剛剛可以碰到一些情況是 大家打得慈善之女 其實這樣是為了減稅 所以呢 減稅才是目的 慈善只是工具 還是公立主義 所以我們在談 這個問題都回到我們一些道德價值的基本的概念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大哉為了 這個 這個 很困 那這個三位老師 三位教授 都可以 稍微 針對這個點題 怎麼告訴那些自私人如何不自私 那個 這個 呃 或許大家在這裡要想一點辦法 好 那我們 就這三個問題 那我先請 對 那要不要先提電器 好 那個 我稍微試著回答一下 因為其實我也不是這個分配陣營的方面的專家 那 我個人反正的事情分開來 你讓你自由競爭 我真的主要你自由競爭的是什麼 主要你自由競爭的那種政府介入式 譬如說 關稅 我跟你充滿重的稅 那你這個產業 也在我這個國家 那或者是 我對你這一型的這個產業 特別不利的一些待遇這些 這一些 這一些才是真的所謂的這個 他們要產除 或者是貪污最直接最明顯的 貪污 貪腐這一些 對整個國家經濟政策的這些執行 這些都是阻害 所以他們真的要產除的是這一些 至於那個財富重分配 是不是阻礙自由 如果大家都這樣財富重分配 然後可以確保 反而可以確保 你這個財富可以混互 因為財富重分配 其實它是要幫你 混互你現在的位置 反而是這樣子 你可以去想想看 就是說 你付出的這一些 會讓 會讓這個整個社會的結構混互 不會造反 不會大聲呼喊說 我要蓋這個 我要幹嘛這樣 OK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看 無私在自己的位置上 所以這個無私對他沒有理由 那你說這個 會不會跟自由主義衝突 那我剛剛講的是一個自傳 那你說會不會是自由主義衝突 我自己認為是無私那麼衝突 那紅紅葉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說當年歐洲的這些保守主義者 他會去接受要去籠絡 譬如說不管是要籠絡公會 還是要籠絡這些勞工去替他打仗 還是要去籠絡這個大眾 去達成某種程度的那個禮拜 農職領粹這些 不管他要籠絡哪一些勢力 你可以發現說他非常害怕的是 這個社會很力量 對他對一個既有既得利息的 這個執政者是最沒有的利息 OK所以就算他是所謂的 包括不一的他通常他是跟這個地主的私立 跟這個大企業家的私立 跟教育這樣關係 他還是要聽老長的對面 因為這個社會這樣一分為二 然後走上那種譬如說 比較主張革命 這個對他們是好事 OK所以他要維持這個 維持這個現狀 對他是安定的 他反而應該要採取一定的策略去回應 那個不公平 尤其那個不正義的那個感覺 越來越強的時候 像台灣慢慢的不正義會越來越強 因為我們發現說尤其很好 我們其實已經造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看著老人家越來越衰過 然後還有年輕人要照顧 還有更年輕人要照顧 然後兩頭燒 不是兩頭還有三頭 還有工作還有各方面的 那像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開始負擔不了的時候 如果政府沒有一定的策略來回應 我們會不會照動 我們還會不會配合政府說 我給你多少錢你生個小孩 你沒有安全感 所以既然政府你要去推動一定的策略 讓你這個國家 希望你不要走向某一個方向 走產業走向某一些改革 你要讓大家可以順著你走 但是首先你可能要去決定 所以我自己也許是我個人的 個人的想像不一樣 但是我不覺得那個是跟 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歷 那個總共配的 那當然你說你有錢到某種地步 你真的會很建議就是 就是稅 那個稅那個東西 還是會很建議 當然會是不安全對不對 可是如果它可以確保這個體系的穩固 可以確保你這個體系 可以繼續當你的有權的人 所以 而不是像 所謂的這個政府去 對於就是 車這種 就是 沒有理由的這種高關稅 那只是為了要主管理這個產業 哪一種會比較合理 這裡比較誘致 這也許可以懲論 可能接著那個月金剛的想法 我們再想一個問題 他剛剛講說要去融絡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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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個方面 去融絡 去拉融絡 去拉融絡 欸 這個 這個也涉及到你剛剛講的 車友問題 他為什麼要拉融絡 如果你沒有力量的時候 為什麼要拉融絡 所以他背後一定有一個 之前應該還有一個力量 要促時的他們願意去 正義得利益者願意去拉融絡 好嗎 好 我們先等一下 好 那這個問題大家可以先去想一下 好 然後我們再 50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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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另外一個就是全球化的力量,大家常常說資本的力量 但是在這個時代,國家政府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來推動社會的進步,社會的輔助 我們在這間歷史上的社會有關的開幕,現在我們有關的社會的閒事 我們有關的社會的分別在1940年代 在1970年代表了一些政策人的社會 就是化學系統 然後美國的社會 和國際社會 他們的大影響 是社會社會社會 國際社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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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網絡社會社會社會 那跟前面提到的歷史回顧,有一點差異的是說,在1919年到1980年這段期間,對於社會政策擁有最大的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其實就是剛才提到的ILO,國際勞工組織,但是在1980年以後呢,這樣的狀況已經改變了。 目前1980年到現在,對於社會政策、勞工、權益產生最大的影響的國際組織,其實已經不再是ILO,而是一些跨國的國際的經濟組織,像是WTO、IMF、或者是OECD,就是經合組織。 所以,在1980年代的勞工組織變成是社會,在1980年代的勞工組織。 我記得是一個歷史的歷史。 一定的歷史。 所以,去歷史。 在1980年代的歷史。 我认为了一部分的支持, 我认为了一部分, 我觉得香港的支持是 互相关的对策略 因为我们对抗予的支持 今天我们的支持, 我们现在的支持主席, 我们的支持主席, 是一个重点的支持, 而是一种主席的支持 那些人,其中一个人贵的比较考验,是在我们之前投资业的其中间 在我们看到的保护业中间。 这些人贵,是我的较职合,这是我认证。 我认为原则,因为在对手的政策取成立台, 我们就有的记者,是这样的情形出的作业, 物贵的审划介绍, 而是要做到的改變, 以建立的維持到, 在歐洲的維持, 是要提升到新的維持, 在新的維持, 像歐洲, 印度, 新的維持, 甚至現在的一些歐洲。 這就是我的思考, 在我的思考, 要是在地面的處理, 因為這是在20世紀,右邊的偶像是成功得到更新的改善 作為工作人員和歷史。 謝謝。 那麼,正對這樣的情勢發展,也就是說這個勞工的權利,政策, 現在已經變成是由經濟組織來決定這樣的事情。 所以,胡同佳教授是覺得這是一個定型的革命,而且是一種退步。 因為ILO在過去,其實是很成功的讓各個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 不斷的支出一個增加,然後政策也越來越去完善。 但是1980年以後,產生了這樣的定型的革命。 許多人都在不知不覺當中,就變得就必須要承受這樣的後果。 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發展,其實教授認為某些左派的政黨也必須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因為他們不管是間接的或者是直接的都參與到了這樣的一個改變, 就是權利的轉移,轉移到跨國的經濟的組織。 那麼這個剛才這個比他人也提到就是說, 在2000年以後有許多的這個高峰會都受到了這種抵抗, 然後有抗議的行動等等。 那麼教授認為其實與其要反資本主義, 其實應該要去回過來去支持ILO的行動。 然後去讓ILO重新返回就是勞工政治的勞工權利的第一線, 而且居於決策的地位。 因為在20世紀,這個國際勞工組織確實成功的讓全世界的這個社會福利建構起來。 那麼,如今要努力的是讓更多的國家,新興工業國家, 也能夠有相對應的在天氣成長之後, 有相對應的社會福利、社會制度的完善化。 所以對教授來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並不是要反資本主義, 而是要讓這個決策的參與更多元, 然後回到這個國際勞工組織。 而這關於政府的角色, 因為政府的歷史上是一個不同的行動。 那是甚麼意思呢? 那麼國家政府在這樣的一個情勢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過去呢國家政府其實有一個傳統的角色就是財富的分配 重新分配的這樣的一個角色很重要 所以政府割稅然後呢再重新去分配分配不管是投資或者是社會福利 然後這個投資的話也有這個所謂教育制度或者是健康這個保險制度 但是也就是政府有一個事實的 要有一個事實的 那是一個事實的項目的做法 的要求是在建築中的地點 他們的職業和公司的職業 在台灣我相信這項目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為止 在過去呢 甚至可以說現在 國家政府的重要 應該要扮演的角色是 創造溝通的平臺 讓勞方和民資方 可以在這樣的一個 可以說由國家政府主持 或者說它建制的溝通的平臺 當中交流 然後進行意見交換 因為有一個政策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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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府政府需要幫助 職業職業職業 並且在職業職業 但也在職業職業 因為台灣 對台灣 尤其在針對台灣的情形 教授認為政府的當務之急 就是要協助工會建立這樣的平臺 跟資方溝通的平臺 或者說是這樣的平臺 因為據他所知 目前台灣的工會的力量 是比較小的 所以需要政府出面來協助 那不只是協助工會 也或許藉由這個 NGO的力量 然後大家來 一起來討論這個社會制度的改變 而且利用利 Bit 而止能被控确業 所以雇用й的工作 可以提成其人 他們保持工作 而來在裡頭 本來 perché 有關有的事情 的 statue 方説 作為一紀念 非常 moder登 arias 個別 入燈的 然後大家 Seven 還有國政府 與大 大 优优独播剧场—— En s'appuyant sur tous les problèmes de fonds qui touchent les pays, comme par exemple le vieillissement, la baisse de la fécondité, l'État doit inciter les petits employeurs à dire qu'en participant à une arène politique, vous allez pouvoir discuter d'une meilleure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par exemple, sur la flexibilité du nombre d'heures travaillées dans l'anné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concerne aussi bien les salariés que les employés.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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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付掉了一百萬,所以已經是名符其實的負二難 那是負債的負負,不是負流的負負 所以520新的總統上台以後 如果繼續的共行這套減稅舉債的制度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上街頭來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要讓台灣繼續的重蹈過去的推測 我覺得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或者剛剛主持人講的 說我們不斷的在倡導,不斷的在談說 我覺得台灣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救濟 這就是第一部分 那至於說我簡短的回答說市場經濟的部分 其實市場經濟,我相信手機 你交給市場去決定價格,應該是不會有人反對 但是包括我剛才所提到健康 或者是教授有提到的這個外導的部分 照理來講,我們缺工在座各位每一個人的價格 就是勞動的價格應該代價而估 按照自由市場的原理來看好不好 應該是這樣子,對不對 這個公務應求 那當然價格就會提高,對不對 但是對不起,我剛給你們的slide裡面 我們新增到這個四十幾年 好像跟這一套所謂的自由市場的邏輯背道而馳 這很明顯的就是 國家透過大量的引進外勞的方式 而且是用剝削外勞的方式 來怎麼樣?來成就我們的GDP 公務程度上也創造了一個擁擠的勞動市場 讓台灣的勞工、工會更沒有抑降的能力 所以其實政本經營之道只是價值的翻轉 外勞同光同仇就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 但是我卻欠債時常要先跟目前的政治經營辯論說 外勞的薪資不能夠跟金融通知 我相信現在很多政治精英 股資裡面、心裡面、腦裡面想的都是這個 如何讓外勞工資 他不是台灣人 為什麼要享受基本控制的保障 然後來服務了一個低工資、血汗的經濟模式 所以其實自由市場也許某種程度上 在某些商品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認真去思考 我們要繼續的讓我們的房子、土地、自由市場 去做決定嗎 其實我聽教授的演講說 我剛回覆公司的利益都想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個公共的支出 也就是當國家用在座每一個人的納稅人蓋的捷運 難道不是要讓買不起房子的人 你買得起捷運的捷運宅 讓你享受便利的大賬運宅系統 比較降低你的交通成本嗎 對不對 照理來講應該是如此 因為這是花我們的計算 花我們的納稅人錢來蓋的捷運 但是對不起 當捷運開通了以後 你現在看到什麼新聞 捷運沿線的罰價 標高再標高 那我想不出說這個公共支出 這個公共支出的經濟效益是什麼 如果這個公共支出的經濟效益 只是為了滿足少數建商跟投資客 也就是剛剛我所說的 他只是把房子拿來做交換交易 而不是拿來住的那些人有利益的話 那請問這是你要的經濟嗎 這是你要的好經濟嗎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認真思想的問題 才會辦法解決 剛剛我所說的這一頭拉股的問題 如果我們繼續讓這樣的一個模式 運作下去的話 那說實在的 我真的覺得它的結構會越來越 越深 然後要解決問題越來越難 那這樣的一個經濟思維的搬轉 要靠大家不斷地去提醒 以此提醒我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 我們的政府 剛剛教授一直在提到政府的角色跟功能 提醒他們 如果你繼續的用這樣的模式的話 四年後 同樣的民意會把你拍下來 這就是民主的負貴 我就簡單的回應這部分的一些負貴的理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已經結束了 剛剛有一個朋友 我要讓他再問一個問題 然後在他問完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就讓各位 在座的三位可以一起來 這針對我們做個結語 那這個結語其實 我其實想提一個問題 你說這對台灣的問題 這對台灣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談經濟效益 社會爭議跟人權 其實我們涉及到 社會分配的問題 這叫錢的問題 那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我們怎麼可以收到稅 請大家好好再想一下這個問題 你這樣從 一般人從他手上收到稅 有什麼方式可以收到稅 可以增加這個政府進行社會 進行所謂的分配的問題 這個是 是可能我想問給三位的問題 剛剛留言已經提出一個解決方式 他解決方式說 如果你不增稅 我們就要把你換下來 我們就要上街 這個是人民的方式 但是就一個政府治理的方式 他可能要去想一下 他到底要怎麼才可以收到稅 這是我們可以共同來思考的問題 讓這位朋友來 我們再講 其實剛剛我 醫生和我的想法也是 然後我想講一個 我的想法就是 剛剛各位都在那裡講說 財富那個重新分配的重要性 但是我想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資本它是全球的流通的 當你一個地方 如果對財富重新分配的話 那麼苛刻的話 講到對公平那麼要求的話 其實它是全球新的流動 它會外流到其他的地區 當你連資金都沒有的時候 富人的錢全部跑走了 你再來富得海重新分配 然後就是 這就其實這個問題 同樣也用同樣的問題來回答 你這個問題當然你要問了之後 就是要任由整個市場的經濟 就是我們政府不要任何作為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你要 總共也還有一個聯繫的就是 所以我就想到說 其實整個世界是一體的 當你為 這個地區的老公的權益發生的時候 其實你要為全世界的其他 比你更加低廉的那些老公的權益發生 當整個世界處在一個 相對平等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其實不用擔心那種資本 再全球有同分那種問題 你講就是那個ILO做的事情嗎 就是說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可能要同樣的工資 是相同的 比如說我們不知道 我們加入什麼樣的國際組織 他在對於公司有做同樣的議價 所以這個就不會有一個 流動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可能要解決新加坡的問題 那些什麼情況是 就是整個世界的差距還是蠻大的 所以就是如果 當一個地區這樣的話 他的全部的資本都一直外流了 就已經做不到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是 你講的是 一樣一個最奇怪的情況的話 那這個 我們是不是最後 就讓大家各 五分鐘好不好 做結語 五分鐘 然後我們先請 從 有年開始 你讓你多說 你多說 你多說 在我最後的結語 好 我就 也許不用 讓我們走 我就先回答你的問題 你還記得趙彤雄嗎 趙彤雄講的一句名言 他想說 台北市的房價 一坪250萬 已經算幾年了 你再打房 我就要出走了 還記得嗎 好 那 當然 我們就送了他 十六金針雲 一路好走 小心塞車 如有 現在趕快環南 因為過去其實 我們在推動任何的社會福利政策 都碰到他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出走 我們在要求提高基本工資 譬如說我剛才講 兩萬零八元請問在天中過 有沒有辦法過生破 沒辦法 我們說 稍微提高基本工資 他說他要出走 我們說 我們說性能夠夠平衡法 他說他要出走 我們說他老內金 他說他要出走 那就是一路好走 因為怎麼樣 台灣是租稅負擔力 全世界最低的國家 我們已經沒有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比我們更低的 我覺得這群資本家 如果習近平說 我們在中國投資的優惠只有五年 五年結束就結束 我想他們大概不敢嗆一下說 我要出走 不過的確 我覺得這幾年中國的資金外游問題 是我們要去關注的 因為過去幾年 我們的經濟太過依賴中國 太跟中國本來一起 導致現在風吹草動 可能我們都會重感好 我覺得這部分是 我們必須去面對跟思考的問題 那當然 我覺得 稅的問題 其實 也不要說加稅 加稅當然是一個沒有辦法理想 我個人認為台灣也有很大的加稅空間 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們不像新加坡 新加坡沒有農業 我們一個還沒有來 使得那麼多私母乙 我們還要蒙損 還要補貼 新加坡香港是沒有的事情 那香港稅都比我們高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們要求我們政治人物 先不要亂減稅 我反對任何實施的減稅 我減燃金一塊錢的稅 我就可以有正當性 減過台銀一億 為什麼 這叫我追溝槽 以路均沾 你有他也有 但是對不起 它是會造成過去三十年來 我要再強調一次 崇敏登輝 陳水扁當馬鈴酒 都旺行的這套 減稅和乾的一個 舊經濟等化的成員 帶來的惡毒 就是你現在 皮膚差距的負荷 所同不均的影響 以及說整體的 這樣的一個職業 都非常不正義 那我們要不要讓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重點在說 要不要讓這樣的一個 經濟的模式 繼續的實驗下去 如果我們這樣 繼續的實驗下去 而不讓我們做任何反抗 反抗剛剛教授 其實有提了很多 爸爸 你要加入工會 對不對 你要用團結力量大的方式 來去對抗 對不對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你手頭上的一些 真摯 顧以你的權力 去做一些改變 要求它 不要減稅 不要再共襲 那些減稅的邏輯 這樣子的話 某程度上 也許可以 舒緩一下它們的問題 當然我覺得 剛剛主持人講的一個 滿大的重點 我覺得 說實在的 炒作土地 我不認為土地應該會炒作 而且 也許 土地炒作 在很多的歐洲國家 它就是一個最 我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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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用一個故事 來結束 我的那個 我也是在一個德國人 到我們的一個地方 叫楊明山 楊明山上面 有一個叫竹子谷 那邊有很多的野菜 很多的東西 片師 當我的車開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他就提醒我說 孫先生 聽你記得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為什麼 他說 在得你這個高度以上的土地 是不得開發 也不得有商業的行為 其實我們今天應該去思考說 我們是不是過於 讓商業無限的在你的生活裡面 每一個領域都擴充了 我們是不是允許他去學校 把你進去 當然 我覺得 我這是一個問題 我肯定的 不要讓這個事情發生 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 我希望 也許未來 如果有更多人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的努力 以上 謝謝 好 我們 看到我們這樣的事情有緣 因為 你可以發現 在台灣 有很多就是 你們去做啊 做很好 給你鼓勵啊 你們好棒喔 但是我相信 那意思是說 成功了以後 你要不要獲得 你不要更得得力 成功也要得力 如果沒有成功 沒關係 對我來說沒有損失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大部分的情況 是這個樣子 我們面對的可能 真的 面對的不行 只是 那種自私 那種自私 可能 還是帶有點虛偽的自私啊 那這個我們都會想說 比如說 其實我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聽到有人這樣講 為什麼沒有去加入他們 為什麼沒有去幫他們 沒有去幫忙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沒有 奮鬥就是他們在做的 然後成功的時候 你們好棒 何必 就好像這個問題 當然 這個問題 但是比如說 現在民進黨已經執政了 民進黨在未來他已經 這個要執政了 那我們當然希望那個政治利益 可以被他們所收割 收割是為什麼 是為了他們做政治改革 所以我們更需要跟他們講 當你收割了政治利益的時候 請你連價值一起收割 你不能只做一半 不然的話 我們幹嘛要做 從事某些 政治運動的抗爭 社會運動的行為 為什麼要再 大家要討論一些 公共議題的東西 其實我們 我們是希望這個國家 可以好一點嗎 我是覺得 有連他在這一二十年 花那麼多時間 在做這件事情 做很多事情 我是覺得說 需要更多人去加入他 所以在他講完之後 請大家給他一個熱烈掌聲 好不好 謝謝他 我們謝謝他 但是我們也不見得要加入他 你知道嗎 就講完就 還是會變這個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彥靜 我應該沒有什麼要補充的吧 就是 你的稅 稅的問題會有不同 經濟的問題會有不同 那可能只有一個 一個 算是拋出一個想法 就 好 我們剛剛在擔心說 資金會往外跑 那個 資本家會往外跑 說真的在 好 你說從法國 換什麼 那個大B支 換成俄羅斯基斯 換來一個理解 那你才從台灣 你要跑哪裡去了 還有什麼 你這裡覺得有味 那真的想不出來 那再一點就是 好 如果真的我們擔心說 今天外資往外跑 那為什麼 我們到底有什麼數據 可以告訴我們說 只要這些人 還稍微一條 他們就要跑 有沒有這麼確切的數據 這樣也沒有 那他們真的不要在台灣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 不可以一直歸咎 不可以一直歸咎 單純一直歸咎 都好像是很符合邏輯 因為你要負擔多一點這個社會責任追 你就往外跑 真的不知道他要往哪裡去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歐洲當時也是這樣 19世紀的時候 大家惡性競爭 降工資 延長工資 門月在到這樣炸到幹這樣 欸 結果經濟沒有 惡性競爭 然後這樣 大家搶資源搶過頭 這幾年又來了 大家開始在證外資 然後就把那個外資的 外資要抽的稅慢慢往下降 等於企業稅長 降企業稅 企業稅開始往下上 會要搶外資嗎 那優色的經濟增 又來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那個 T&T的時候他就說 他沒有辦法想像 在一個這個 連貨幣 都有貨幣聯盟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體裡面 居然沒有租稅聯盟 好 他認為說 最後就是應該要走到租稅聯盟 這是他的看法 那你可以想像說 那個惡性競爭 我們為什麼需要跨國的機制 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對 國際組織最深的一個期待 就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 跨國的機制這個平台 你要去創造一個 以人為中心的資質 而不是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使徒 錢反而他不認國界啦 但是錢會傷害人 好 這個也許是我們覺得 問題的人發一點 比較少的想法 好 謝謝大家 好 wollen contrast 我會說 其實 就是独自其调的经济一年, 中文是十分有 == 你不说是, 我许竟然就非常希望你 我设计划的 比予性因此, 我许童有以外, 我许童是古怪物流种的 這個講到這個重分配 或許許多聽眾心裡會浮現一本書前一陣子很紅的就是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尤其關於這個付稅制度 那也是一位法國的教授T.T.教授所寫的 那麼這本書很有趣 因為它講到就是付稅制度 然後重分配的這個重要的功能 可是在就政治場面來講 這本書也很吊詭 因為這本書講重分配 可是從來不講分配拿來做什麼 那由其不提分配拿來這個增加社會福利這件事情 所以這本書其實很有趣 或者這本書其實很有趣 這本書今天早上 教授接受一位台灣記者的採訪 這本書是有關於台灣的勞動者的工時的問題 也有同樣的恐懼 如果我們能夠減少的工時 也有同樣的恐懼 如果我們能夠減少的工時 也有同樣的恐懼 如果台灣的法定工時降低的話 會不會所有的企業都撤資 逃離開台灣 和其他國家也有關於其他國家 或 這裡也有關於歷史的故事 這本書的故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本書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本書可以做的台灣人 在一個情況下 是建立一個政治的研究 和職員和職員 和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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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 某些資金 和職員 為職員 和職員 和職員 很高興的,很高興的,有很多的社群的社群,但也很高興的, 而是,在社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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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 是在社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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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 而是,在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在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 在社群的社群的社群,有很多的社群的社群。 教授一直強調一個概念, 是說,一個社會,一個健康的社會當中, 除了政治對話之外,也必須要有社會對話。 那所謂的社會對話,當然勞資之間的對話, 勞資雙方之間的對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麼,譬如說,談到工時這個問題的話, 教授他認為,國家所能扮演的,政府所能扮演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就是,建置那個平台,交流,對話的平台。 何謂建置一個平台? 其實,最後的工作就是提供數據, 因為政府作為一個,理論上是一個中立的一個, 這個角色,他提供雙方,勞資雙方,一些統計數據。 譬如說,告訴你,這個勞資雙方,工時的延長,或者是過長, 其實並有利於生產力的提升,甚至是會下降。 相反的,職業傷害、職業職場的意外發生的可能是被增的。 那這個,這樣的事情發生,職業倦怠的發生,真的有益於經濟發展。 所以,國家政府可以用這些數據,還有建置這樣的平台, 來讓彼此的對話順暢和有依據,然後來促進一個更合理的改革。 比如說,工時的改革。 然後,這是一個例子的說法。 我覺得, исторiquement, 可以找到的 consensus 但它不可行 我不是不太能力 但它不可行 要是有两种 一种人在哪里 人 incite 务职务的 找到的 consensus 和职务的 一种人在哪里 在這裏行政權,政 lowering那些抗議。 同時,令人抗議會索重點抗議 叫政權政權抗議會中抗議會。 是在對抗議會。 正是一種抗議會。 並且抗議會抗議會。 反抗議會。 而是其他抗議會。 是一種抗議會。 正是這兩股抗議會。 可無奈利師的肺炎 都會輸出一句 那麼對教授來說 這個要找到一個社會共識和公識的方面 還有其他的社會福利方面 社會保障方面的社會共識 其實必須要雙管齊下 第一個方面當然是由政府鼓勵 然後提供數據建置平台交流的平台 鼓勵 支放 鼓勵 勞放 對話 然後找到一個實相 支放 證明說 這個家長老公其實是對他自己是鼓勵的 這是鼓勵的嘛 但是當然不能天真地以為 另外一方面必須要有社會的力量 還有政府的力量一起去 比如說這個愛戀與黑戀 黑戀的部分也要扮演 規範一定的正義限度 然後跟社會力量合作去迫使這個產業 進行這個適當的社會保障之一 好 那我們就謝謝他們兩個半小時 在這邊跟我們分享 好 謝謝他們 謝謝大家